如果今晚是付費會完的 大家要記得等到我們的通知 做這個 十年血淚史 洩到空虛 十年血淚史 希望大家支持 今天我會和大家做一個 MHK的網台女主持人的大檢閱 每個點像錄 和我們合作過的女網台主持人 我會和大家說說 我對她們的看法和回憶 我們合作過的一些 過去的經歷 各方面的事情 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 我對Licky哥的看法會是怎樣 我對Christy仔的看法會是怎樣 為什麼 那些女主持人 似乎沒有男主持人那麼受歡迎 為什麼會這樣呢 大家都可以留意今晚的 十年血淚史 為什麼MHK會沒有女主持人 你這個問題 你留言給阿超哥 我會在樂如信箱 再跟大家說 唉 簡單的說 大家都大過了 那些女主持人 都要結婚 都要求兒子 要有自己的家庭 那還好不像以前 她的Priority 會幫我們去做節目呢 那當然不會啦 是不是 那他們都會希望 在一個演藝事業裡面 開展他們的新道路 說真的 老老實實 你貼著MHK TV 你是不是不需要 接香港電台的工作 你不需要 承認TVB找你去做 承認Ludbyke 做路面啦 TVB或者開電視 都不會叫你 簽你做節目主持 你還貼著MHK 是不是 那你自動幫 你都要放生 小朋友 放生女孩子 她嫁人的 嫁人 他喜歡貼大台 她貼大台 前途無限 那你貼著我們的丐幫 反動分子太平天國 是嗎 是嗎 所以大家 今晚可以看回 這個十元血女士 我對不同的妹妹 也有些看法 也有些對她們的期望 OK 曾經看過一集 我們在平州那一集 歌主持人 現在還有沒有主持 平州那一集 應該是Niki哥 如果沒有記錯 Niki哥 是葡台島 不是平州 葡台島 是Niki哥 和南媽島 都是Niki哥 Niki哥 不過現在呢 你想知道她現在的下落 是怎樣呢 留意今晚的這個十元女士 那如果你還沒訂閱 那今天就快點 一百三十八塊 一個月 訂閱我們的Patreon OK 訂閱我們的MHK 台費 那你們可以看得到 OK 那 各位都很掛念觀音 會不會叫她回來 現在怎樣 我不在香港 在香港我一定會找她 那上次我回香港 她都有上大院有樂的節目 客串了一點 吹一下鏡子 始終 人家都嫁人了 是吧 你怎知道 她的奶奶 是否喜歡她 拋頭露面 那我都要 顧及別人的福祉 不可以這麼自私 是不是 即是 她出來的奶奶 不喜歡 或者是 上了樂魚 那些 那些台裏 那你會知道 因為她的奶奶 是男的 那就搞不定 搞不定 像她一般 在非 你 你 你 會不會 會不會 你 你